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香港政府就在今日宣布了 海外和台灣經濟場去到香港人士 酒店檢疫由原本的7天變成3加4 即是3天的酒店檢疫和4天的居家健康監察 這個措施就在今個星期五生效 有關安排也要配合安心出行的紅黃馬做一個推行 家居檢疫時健康碼轉為黃色 這段時間就可以外出 黃馬人士也可以坐公共交通工具 但就不可以進入主動查核疫苗通行症場所 例如餐廳、酒吧、安老院等等 確診者就會轉為紅馬 禁止離開隔離地點 非確診者就會轉為黃馬 以管控醫學監察期間活動 紅黃馬完成規限時就會轉為藍馬 三種顏色亦都會在安心出行應用程式上展示 想不到香港那裏率先變成3加4 現在大陸和澳門都仍是7加3 之前就在傳香港打算在11月的時候 就會跟外國做一個通關 現在這樣看變成3加4好像是跟外國通關這一點是越來越接近了 但澳門這裏都仍然在做7加3 最後香港有沒有機會是可以跟外國通關免隔離 又可以跟大陸免隔離呢 這點就真的要拭目以待看 看看之後如何發展 好了我們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 大家有什麼想講 下面留言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